City Super 第一間獨立餐廳 我們主要用City Super 的食材來做烹調 我們會有馬來社的湯底 所有湯底都會用馬來社的湯包來煮 我們也會有City Super 獨有的山形牛 我們會一頭牛油回來 就會用上不同的菜式 餐廳上的菜式全部都很貼近香港人的口味 例如這款兩年來都很受歡迎的日式蒸蠔 每隻手掌這麼大肉質肥美飽滿 絕對真材實料 蒸蠔我們會在三陸海岸選購蠔回來 亦都用了當地煮蠔的方法 當地都是用一些鐵罐 將它放在罐上去蒸 但回到香港我們就不可以用原有的方法 我們就用一些不收工的容器拿去蒸 我們也會加入馬來社的Dashi 讓香味和原味更加提升 另外還有小件的蒸牛肉 用上山形原產的A5和牛 配上日本農場直送的蔬菜 和牛油脂呈雪花狀 蒸熟之後另有一番風味 在蒸牛肉上我們會主要用了兩個不同的部位 牛肩肉或者牛肉眼 亦都加一些菜 亦都不會加任何調味 我們會配有酸汁 有自家製的酸汁 或者有些有脂胡椒 我自己吃法是把蔥包進去牛肉 然後點少許有脂胡椒 讓油脂的口感和味道都會突出 喜歡吃傳統日式拆拆鍋的 就要試這款和牛豆乳鍋 豆乳鍋用了自家品牌 薄多屋的豆乳 還有加上馬來社的湯底 會有雞湯和木魚湯 用日本直送的蔬菜和山形牛 我們不會建議客人點任何醬汁 因為吃牛肉的原味和豆的香味 吃完牛肉之後 就可以加上所有菜 最後可以吃湯 餐廳也有提供午市定食 賣相豐富 以餐廳質素來說算是合理 有機會就試一下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晚安